欢迎收看世界杯点评节目秀才求谈 我是资深伟球迷赵教授 话说冰岛队逼平了梅西带领了阿根廷队之后 冰岛队彻底的火了 于是2016年欧洲杯的那个老段子又开始流行了 说冰岛全国人口最多不过33万人 去掉女人17万 减掉18岁以下男人4万 减去35岁以下男人8万 太胖太瘦的2万 补经来不了的788人 监视火山走不开的320亿人 减要毛的2856人 切胳膊少腿的189人 队医除师按摩师三人 教练一人 就剩23人凑个足球队都能进世界杯 而且还必分了阿根廷 那这个北欧小国冰岛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今天我特意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来自冰岛的李安娜松 没错我们关系就是这么硬 嗨大家好我是李安娜松 大家可能有疑问了 说这个李安娜松长得一张足夹的脸 也不像是来自冰岛的呀 这个我可以作证 因为他朋友圈里一直标注的就是冰岛 而且我朋友圈里还有很多 格鲁吉亚呀亚美尼亚呀阿塞白江的好朋友呢 你这个梗啊实在太烂了 我倒不想理你 不管怎么样啊 那对冰岛足球啊还是很了解的 那倒是 冰岛队和阿根廷踢屏之后呢 就很多人都说呀 还冰岛这个小国创造了奇迹 其实这是对冰岛队极大的不尊重 你们真的了解冰岛足球吗 2016年欧洲杯 第一次参加正式大赛的冰岛队 历史性地闯进了八强 震惊了世界足弹 而他们的维京战后 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这个全国人口还比不上 中国一个县的北欧小国 六年前在国际足联的排名 还是第133位 而现在已经高达第22位 而这一切并不能只用奇迹来解释 这背后是冰岛队 对清训足球的重视 2000年左右 冰岛开始加强足球技术建设 以及推广欧洲联的足球交联证书 让孩子有球梯 有人教 如今大约500个冰岛人 就会有一个欧洲联B级以上的教练 而全世界公认的足球大国英格兰 也不过1.1万人 才有一个欧洲联B级以上的教练 在冰岛 执教10岁以上的少年队 就需要至少是B级证书 8至10岁的少年队 同样一半是有B级证书的教练在教 冰岛足协买下了许多学校旁边的土地 建设成各种人工草皮的球场 供学校的孩童免费使用 正是因为这些基础设施和教练的培养 才令冰岛足球在世界足坛开始慢慢收获成功 你看看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 大家都在调侃 说冰岛队的队员是一帮厨子 工人 导演 薅扬毛的 你调侃调侃你都罢了 你还真以为国家人口少就都是香港青年 冰岛队的队员几乎都是职业球员 何止是职业 不少还都是武大联赛效力的一流球员 他们头号救星 西域尔自松 身价五千多万的 还是欧元 只要放在国足 你想都不敢想 可不嘛 当然了 其实我们也明白 大家就是调侃着玩 没有当真 主要意思呢 就是想恶心恶心国足 一个几年前国际足联排名 远在我们后面的国家 人口比不上我们一个县 北京一个区的小国 是怎么一步步崛起的 对于我们中国足球来说 不是有着特别大的借鉴意义吗 所以我们中国足球在足球人口极度匮乏的情况下 真应该好好学学人家冰岛 重视清训 增加优秀基层职业教练 关键是要更职业规范 可不嘛 现在我们的清训都快烂到根上了 你不给教练掏钱 你贴的再好 你能生场吗 对呀 还有呀 跟冰岛一样 更多的给孩子 学校孩子们建设一些免费的足球场 哎 你想啥呢 那地不都得盖房地产吗 哪有地